高女士去消费的地方叫路易逆人美颜媒体养生会所 开在杭州前堂区易龙路的英贯建材家具市场里 高女士说她第一次来消费是2020年9月份 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了这家店 那个时候就是她就在外面推销嘛 然后就也就觉得肩脊有点酸 然后就想进去那个试一下 您第一次交多少钱 第一次就交了是3000多跟那个1900 高女士说本来只想体验一下 结果越陷越深 她理了一张清单 从2020年9月到今年4月 一共在店里充值消费了17万多 单比最多的是2万多 最少的五六百 不过高女士提供的转账记录只有14万左右 她说其他记录后续也能查出来 按摩的时候她就会进来就一直就推销 她说你这里不行 腿不行 你看你那个脸色说腰不行肾不行 就是各种地方不行 她就说你应该做这个项目 要么就做那个项目 然后就开始就 有用一些药物或者什么 有那些艾久或者有这种精油 就是他们说这个 就是普通的跟那个特殊的 比如说特殊我们那个贵一点的 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有这个能力消费吗 还是说是怎么一个 一开始是有能力消费的 后来 后来他们说 就我说那个暂时没有这个金额 他们就说没关系的 就是刷信用卡就可以了 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您 信用卡套钱的 就 可能那个十多万都是 6月4号 高女士收到银行催缴短信 两笔合计一万七的消费 已经逾期 她说这才意识到 前面那些透支消费 早已超出了自己的收入能力 我知道她到这个店里来 但是她一直 我以为是两三千三四千 不会超过一万的 所以说我一点都没想到 会闯这么大的火 直到上个礼拜六 她打电话给我哭哭啼啼的说 要还五万多块钱的信用卡 因为她身上 双双下下 她也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平时花钱也不大手大脚 对不大手大脚的 大姐您个人 会去做一些美副媒体 这类的项目吗 不怎么做 以前我可能年纪轻的时候 稍微做一点 但也没有这么大 正常来说应该是 比如说我生活之外 对吧 我还有一些结余的钱 我去享受一下生活 像一些服务这种的 感觉就一开始是 只不过 一开始我有说 哎呦 不要用 不要用 后来他们就是 每次就是做项目的时候 他们都会进来 是说退下 高女士说 此前她和店家协商过退费 但是双方主张的金额差距 实在太大 我主张是八万多 因为对方呢 对方就是说 那个一万六 可以在外面 因为我们全部是 顾客男的背景 这家路易尼人美颜媒体养生会所 拒绝男士进入 店员一番联系后 负责人崔老板赶了过来 两年多的时间嘛 对吧 他在我们这边消费的话 我们的价格的话 也都是公平公众的 而且的话 我们都是透明的 给他讲清楚的 在我们这边 应该做有两百多次了 面部全部做高端套合 然后身体的肩颈 卵巢 胸 臀腿 全部都有 小姑娘 让他做什么 卵巢保养啊 什么 他根本连男朋友都没有 做什么卵巢保养呢 做什么 有些肾脏 肾脏不好 他说他肾脏不好 那我们只是告诉他 那肩颈的话 只是调理压健康嘛 对不对 那有的人的话 肩颈酸痛的话 那我们只是达到一个 疏通的效果 就我确认一下 他所说的充了17万 这个总金额 表现记录拿出来 对不对得上的 两年多了 十多万肯定有的 这个但是具体的价格 那我肯定是不知道 大概十多万是有 在崔老板看来 店里明码标价 没有强迫消费 店员的产品营销 也很正常 至于高女士提出的退费 崔老板表示可以协商 涉及到的具体金额 她用苹果打了个比方 一家商店 你买一个苹果 当时我们的价格是说好的 对不对 那这个价格你是理解 你是同意的 那你这个苹果咬了一口 但是也不是不好吃 我就是要退 就套盒一样的道理好了 对不对 那这个套盒 他买了以后 他做了四次五次 甚至有的已经做完了 你没有任何过敏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因为消费方面的话 他觉得说 他承受不了了 来退 你觉得合理吗 在他按摩的时候 他有人走进去 那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可能 在催眠的作用下 让他去消费 我说你所有做的套盒 价格和套盒次数 你给我 他们就不肯给我 现在对一下 然后的话我肯定给他对 但是我不会今天 你们在我给他对 对不对 那我肯定是要私下给他对的 崔老板说了 账目要私下才能核对 记者对崔老板所说的 高端套盒很感兴趣 他也很大方的拿了出来 十次的 也就是说是价值五六千 五千多 五千多一个套盒 这五千多算上人工了吗 全部都包含在内了 崔老板拿出的这个套盒 是高女士此前消费购买的 已经打开过 品牌叫 创美食真白肤色管理课程 用的是国庄特资批准文号 通俗点说就是化妆品 这个产品的批号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数据库内可以查得到 在有效期内 记者又上网查了一下 零售价一千三百元左右 仅做参考 那我当时也给你讲了 让你来店里看 我店里我是不敢再来了 你知道吗 我不敢再来了 你可以去找工商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把价格调给你 都可以的 工商会来的 现在解决不了 咱们法律途径也可以的 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讲句实在的 去足语店 我讲句实在 你洗个脚 可能要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 那我们小姑娘也是 三两三个小时 甚至供久的时间 汗流加倍的 去给她去做的 现场协商时 双方决定 先核对账目 再谈退费金额 高女士后来反馈 账目还是对不清楚 她已经投诉到 市场监管部门 188黄剑记者报道 我希望你能够 请大家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